當然了,葉Sir Timelok有很多支持的粉絲,多謝大家 有些人會跟我雜誌拍出來的影片相比 說我沒有人那麼厲害,當然我私人玩一下就開心 有一個期望,有一天有機構收購了我的葉Sir Timelok 有些資源我可以做得好些 不過我的手錶知識始終沒有外面那麼高價值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隻努力時90年代的16710 有些菜單、年曆卡都是日本的收藏家一手 各種都很齊全套 日本人的草錶和香港都有很高的要求 買的時候他就很懂得錶 不好意思,玩完蜜水筆隻手 即是說現在的意志有個尾勾起 即是知道他是一個90年代的圈片 就不是現在才換的 我真的完全沒有這些資訊 又說現在日本人要知道秒針的波波點 要去到後些才是好東西 其實對我來說也不是很要留意的地方 其實我有一隻黑圈 我太太在用的 我自己就不是說有第二隻GMT Master 2 見到這隻就不錯了 最重要的是 也有些打磨過的 90年代的建築 全齊全套 每一隻都買一隻玩一下 而且價錢又不是太貴 勞力士都不怕留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不是太好 不過就絕對沒有抗拒 去儲 這隻可樂 應該是可樂 紅黑 我覺得挺有特色的 當現在大家狂追著百事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看可樂就有味道 我相信玩勞力士也是這樣 今期就流行這個 下期就流行這個 可能到最後又流行這個純黑圈 也記得在90年代的時候 純黑圈的GMT2才是王道 一隻全齊全套的16710 今天跟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